亲者自亲 我这个人呢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怕 丁期签 田子签 我们新加坡见咯 Yo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Medic 我是Oliver HiMedic 我们比较的 请教你的 请教你的 还有follow我们的IG OK Yo 大家我就是Oliver 我相信大家好 等这个视频 应该是等很久了 大家都坐等就吃瓜 但是我可能要在这边 让所有的人都失望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啊 我今天早上 我刚睡醒的时候 我发现到 我竟然上了 全马来西亚的热搜榜 我没有想过 我这个一个小小的YouTuber 来自沙拉越的 我可以竟然 进到马来西亚的热搜榜里面 你知道这是一个荣誉来的吗 可是大家 当我知道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立马落泪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没有想到 是以这样的方式 进入大马的热搜榜 我相信大家 都知道了 这整个事情的发生经过 OK 大家都有追究瓜吃的嘛 对不对 订阅300K的美食主播 他跟一个女生搞起了3P OK 我知道我知道 我也说过我喜欢3P 但是不是这个3P 是那个3P OK 那个 这个3P OK 我真的很欣赏他们 他们真的太强了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 但是不是那个3P 大家 OK 可能OK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那个 Time Time Confession里面 这一个匿名的女孩子 她有讲到几个特征 就是这个人 300K的followers 第二点 他是戴眼镜的 第三点 他是有家庭的 有一个女儿的 然后第四点 这个人是美食主播 我知道 很多人想说是我 当时大家 当时大家 第一点 300K 我离300K 还有很远 他多一个零 大家 多一个零 我就30多K 30 可是不用紧 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相信这一个事件过后 可以迈向300K 并没有那么困难的 我也希望大家 可以support我一下 多多support我 多多支持小弟 OK 来 今天进入到重点时刻了 今天其实我一整天 忙上忙下 可能大家都会讲 这个autosematics Oliver 是不是在躲避 逃避这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他 OK 很多人一定是这样想的 因为很多风声 很多人乱带风向 那现在 我今天 瞒了一整天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这一个东西 这个呢 就是polish report OK 这个是有签名的 那为什么我要瞒这个东西呢 OK 那大家都知道 一开始 这个post 它是出现在 Tantan Confession Malaysia里面 那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Tantan Confession Malaysia 是任何一个人 就连现在看见荧幕的你 都可以匿名 去发表任何一件 任何你遇到过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那其实这个Tantan Confession 这个女孩子 他有confess了这一件事情了 过后 可是他有指名道姓吗 没有 他只是让大家去猜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 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也不知道 可是就有很多人 开始参与这个话题里面 开始测热度啊 开始要吃瓜啊 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样真的都无所谓 因为这个confession 就是让大家去讨论的 没有对没有错 只要这个匿名的小女孩 没有指名道姓的说出来 到底是谁 那任何一个人在下面留言 都无所谓 对不对 都没有事情了 可是大家 今天早上吵醒我的 让我进入到人生巅峰 就那几秒了 进入到人生巅峰 让我进入到这个热搜版 第一名 这位小姐呢 她的Facebook名字叫 然后她的全名是叫做 这位丁七呢 她是来自JB 然后她远嫁到新加坡 这位女子呢 她今天早上发布了一个post 我们这样子算啊 是差不多在凌晨四点 四点多的时候 她非常的努力 她真的很厉害 她真的吃瓜 太棒了 她真的太厉害了 这个就是吃瓜民众 然后她做了什么事情 她只是觉得啦 她自己猜测啦 她自己猜 她自己做科囊 她发表了这个post 这个post 它里面呢 就指名道姓 就是我们All Two 我这个平台 All Two Semantics 就是这个 TangTang Confession Malaysia 这一个post的男主角 她凭她自己觉得 她自己猜的 她觉得就是我们的 其实她有一个很strong的point 就是这一张照片 大家这边 这一张照片 上面就是我们All Two的page 对不对 那个我们YouTube的 那个频道的那一个page 下面就是那一张照片 第一次出现在TangTang Confession Malaysia 里面的这一张照片 虽然这个女生听起来 她就误以为 这整张啊 是original的 是没有透过Photoshop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在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这一part啊 就是我们每一次 你滑手机 你看到我们YouTube频道 你按进去啊 你注意看上面 就是长这样子的 然后下面通常 我们的视频 就会出现在下面 对不对 大家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去看一下 然后关于这一张啊 这一张是怎样合成出来的 OK 其实是有网友找到说TangTang Confession Malaysia刚刚出现这一张图片的时候 他们找到说这一张照片其实是来自有一家在萨拉越明都鲁的一家酒吧 它叫做Rain Tree Cafe and Restaurant 这一家酒吧 它在2021年post的一张照片 这是他们的照片 不是我们 所以呢 就是找到这一张照片来源的这个网民呢 他就把这一张照片呢 跟我们的这个YouTube crop在一起 OK 然后变成一张照片 然后呢就post在社交媒体里面 就让大家误以为讲说这个照片是我们拍的 是我们去到萨拉越明都鲁这一家酒吧去拍的这一张照片 Sorry啊大家 不是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一家酒吧 OK 我没有 然后呢 他们现在就觉得说 是我把这一张照片delete去 Sorry啊 不是我 这一个事件开始的时候 TangTang Confession Malaysia里面 我就留言过这一句 这个留言罢了 我就这个留言罢了 没有了 然后我的留言还在 到现在都还在 就是这个留言 然后呢大家 第二点 这一次这个事件啊 就凭这个事件啊 大家误以为 以为这个是我拍的 然后就认定是我 我告诉大家 这一次这个事件呢 它已经造成了 我本人 还有我的团队 并且我的家人们 这个很大的困扰 我的团队呢 也收到了这个 名誉授选啊 毁谤啊 以及这个网络霸凌 甚至呢 就很多人在留言底下啦 人声攻击我 就有很多人啊 匿名的啦 通常我看到的东西 假号比较多啦 讲我嘴巴大啦 哎呀 就是因为我嘴巴大 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等等等等 讲我这个人 哎呀就是长得丑啊 然后把我的很多照片 都post出来 其实我也无所谓啦 这个东西 其实我见怪不怪啦 我已经很常遇到这样子的 可是 就是这个丁七的 这个post呢 让大家都纷纷的 跟错了风向 然后就认定是我 造成我和我的团队 很多很多的困扰 亲者自亲 我这个人呢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怕 所以呢 为什么我现在 才走法律的途径 为什么我要去做 police report 就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做过 然后至于我的家庭 和我伙伴的家庭 我们没有对外公开讲说 我们的另一半是谁啊 我们的孩子是谁啊 然后我们结婚过啊 什么啊 哎这些东西 难道说我今天 我结了婚 我有了孩子 我都要对外公开吗 我都要吗 其实讲真的啦 大家如果有关注我的话 应该都有看过我 有拍过我的另一半啊 都有show过face的大家 只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属于个人隐私 我没必要讲说 我一定要去公开它 你明白吗 那接下来呢 就来到了我们这个 名誉这一part了 其实啦 我们这些做网络创作者的呢 名誉和形象 都是对于我们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里呢 今天早上啊 很多我的三家啊 都有看到我的这个新闻 然后他们都很关心我 我真的很谢谢他们 老爷 谢谢他们呢 继续的相信我 然后呢 我在这里呢 拍这个视频呢 就是要为了澄清 并且要让我们的三家们知道说 我们已经委托律师 处理这个事件 并且呢 我就做了一份 police的report 警察的报告 OK OK 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影片的最后 那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 无论是对是错 现在啊 没有任何证据 指向我 就是当事人 没有照片 没有录音 没有影片 没有酒店CCTV 也没有聊天记录 一点证据都没有 就认定一张照片 合成的照片啊 就讲 我就是当事人 然后那全马来西亚的人 看我交话 你们觉得 这个是不是毁谤 是不是网络霸凌呢 大家我知道 现今当然 言认是自由的 可是 我们也要知道说 动用下我们的脑袋 什么事情可以说 可以讲 可以发言 可以做出来 这些东西 我们要认真的去思考了过后 你才去发言 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这些会 遭到法律制裁的 你们会害了一个人 害到人家家破人亡 那这里呢 我们绝不顾惜 对这个Ding Chi Chang 田子签的毁谤 对我们造成的伤害 并且一定采取 相关法律的途径 All right 我们新加坡见哦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所以呢 我非常感谢 继续支持我 相信我的 网友们 朋友们 亲戚朋友 家人们 你们的支持呢 对我是真的很重要 也感谢你们相信我 那我视频到这里了 拜拜